再来关心公务人员烤鸡法修正案 引起了各方争议 全序部昨天晚上提出了16项配套 包括了主管如果乱打烤鸡的话 将送到工程会处分 还有10年之内累积3个丙等 才会被资浅 如果连续3年都拿假等 就可以抵掉丙等 但是这些配套方案 仍然不能化解立委的质疑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吴泰成 今天也公开表示 强制定出一个烤鸡的比例 其实并没有意义 烤鸡法修正还没定案 全序部位化解3% 公务员必须拿丙等的争议 提出16项配套 包括主管如果乱打烤鸡 送工程会 公务员10年内累积3个丙等才资浅 连续3年拿假等还可以抵掉丙等 而且还有面谈机制 会对烤鸡不佳的人先提出预警 我们立法目的是希望能够改过千散 对不对 就是说你绩效不好的 你变好了 我们不是为淘汰 是希望他变好 然后绩效提升 全序部强调 烤鸡法修正并不是以淘汰为目的 是才缓和渐进的方式改革 来提升行政效能 不过南绿地委都有意见 让这公务人员 不会因为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或是一些新进的人员 或是基层的公务人员 受到伤害 我想这是要公平 建立一个公平的一个机制 那为什么要打这个折扣 事实上就是为了政治的一个考量 为了选票的考量 而人事行政局长24号上午在立法院备巡时 也呼应行政院长吴敦毅 认为考基平等定比例没意义 吴泰审表示 平等考基的条件定得更清楚 各机关执行才会更有效 考试院将在25号下午召开审查会 审查考基法修正案 但就在这前一晚24号晚间 考试院政副院长关中吴景林 和全区部长张哲成也会邀请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立委 晚宴沟通 全力来争取立委的支持 记者王岐如郭俊林台北报道